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其中和家人以及朋友一起去看电影 越来越成上升势头 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 今年春节假期 电影票房已超去年同期达到了58亿元 虽然这其中有票价上涨的原因 但进电影院看电影 越发成为人们的一种文化消费习惯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可惜今年八部国产电影登陆春节党 却迎面遭遇了盗版的阻击 就在大年初二 八部影片的盗版资源就齐齐地在网络上出现了 而且绝不是低质量的版本 而是高清版本 业内人士称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大的泄露事故 流浪地球卖家在二手平台上一元就给你 更有甚者好几部春节贺岁片打包出售 价格也不够两块 这还了得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被盗版的春节党 这部堪称中国里程碑式科幻片 讲述人类带领地球游走苍穹 免遭太阳吞没故事的流浪地球正在全国上映 春节七天假期 他和疯狂的外星人等八部贺岁片 共揽收票房58.4亿元 创同期历史新高 今年我们发现了有非常题材新颖 剧本原创的影片开始爆发 跟往年的一些何家欢喜剧类题材不一样 有一些科幻类的也正在上扬 流浪地球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看的 我觉得他制作还有那个画面特效 然后包括题材的话觉得都挺好的 截止到目前 流浪地球已踏入30亿元票房俱乐部 票房喜人 片方却来不及庆祝 因为影片俯一上映便遭盗版阻击 之前盗版团队我们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因为每年贺岁电影都会出现 但这次速度比较快 而且之后拿到清晰度呢又比较高 这个是出货 高清晰度的盗版呢 我们不知道来源是哪 全部的春节党的所有影片全都被盗版 这个我们也没想到 片方虽然在制作时层层加密 硬盘拷贝有值手 硬后及时监看 但从大年初二开始 这八部贺岁片盗版资源 就以一元起的白菜价 在微博、自媒体公众号、二手交易区 网络存储云盘等平台叫卖 更有人将多部影片打包出售 售价也不过几块钱 而至于这些高清片源 到底如何流向的网络 他们却无法查清 我们是在2月6号晚上 我们晚上接到的第一条信息 有预警 我们也联系到了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电影局 他们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然后联系相关的执法部分 高度的打击盗版的扩散 给了我们特别多的支持 其实早在春节前的2月2号 国家版权局便针对八部春节党影片 发布版权保护预警 要求网络服务商对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的电影 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2月10号下午 国家版权局通过官方微博再次发布声明 对严重的侵权盗版分子将移交公安部门 国家版权局会同国家电影局 从2月7号开始安排专任值班 直接与预警保护重点影片的权力人 及相关的监测机构建立了对接窗口 及时的快速的处理请权信息 各个网络服务商也配合我们的工作 采取紧急的措施 删除了大量的请权的信息 避免请权盗版的大规模的蔓延 在八部贺翠片中 《流浪地球》刚上映时 并不占优势 但凭借营造中国式科幻片的基本样貌 搭建科学架构和运用工业化特效工具 影片积累了不少口碑 电影台词也被广泛转发利用 影片逐渐逆袭为票房黑马 但这一切都来之不易 导演讲给观众呈现最好的视觉 视听效果 我们就不停的需要向出品方去申请增加预算 但是出品方本身也是承压 因为他们都是上市公司 要向自己的股东去保护他们自己的收益 我们其实拍摄125天第一阶段 只休息了两天 这些演员 这些幕后人员 只要有一分钟 他们都可以睡着 不管是在哪地上 在台阶上 在车上 甚至是吊着杯啊都能休息 为减少因盗版造成的损失 除了监管机构的预警和严查 片方导演和制片人还在社交平台 联合网友搜罗盗版线索 本周二晚间 包括流浪地球在内的三部春节当电影 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布联合维权声明 向涉嫌盗版的手机端软件发送律师函 敦促对方停止侵权 这个艺术品在网络上 一旦被网络上进行盗版 会对它的产 这个所有的出品方 对所有的制片人导演 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伤害 对上游的出品方 下游的平台方 院线 整个的产业链都是有伤害的 所以说网络的盗版 有百害而无疑力 只有这个产业链更加的健康 才会有更多优质的内容 出现 现在我们都在谈论创新 其实包括国产电影在内的创新 都需要很多的条件 比如自主创新自主创新 创新者一定要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否则创新谈不上 再比如为创新所进行的投入 它钱不是万能的 可没钱万万不能 还有社会的容错环境 如果大家不敢试错 不敢漂亮的失败 创新也谈不上 当然想要有创新 还必须加上一条 一定要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否则创新投入巨大 出了成果 被盗版者分享 创新就不可能变成现实 那春节前 国家版权局就针对春节党的影片 发布了版权保护预警 可为什么影片上映仅仅两天 高清盗版资源就能够流出来呢 太阳内核急速老化 持续膨胀 春节当电影跳坊一路飙升 盗版现象却也来势汹汹 本周四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仍有商家公开贩卖盗版贺岁电影 记者咨询了其中一位商家 商家回复称 高清百度网盘在线下载 拍下秒发 包含疯狂外星人 流浪地球等四部电影 商家没让记者在淘宝直接下单 而是要求添加其个人微信号 记者向其微信付款15.6元后 便收到了一个网盘链接 按照说明打开网盘后 果然可以打开和下载 这四部贺岁电影的高清版本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 中国版权协会监测中心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 网络贩卖盗版贺岁片的渠道 不仅只有电商平台 贴吧微信公众号微博 都存在大量付费购买的盗版资源 一元看遍春节档 高清资源三块钱全部拿走 热硬贺岁片以低廉的价格 打包出售 通过自媒体号发布资源信息 来获取点对点的 来进行对这些资源进行售卖 可以是链接 也可以是云存储的内容 来进行一个获利 这种方式是比较传统的 最先进的盗版的方式 就是这种第三方的链接 通过社交媒体传播 直接可以在线观看的 这些侵权的小网站 这些伤害是最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有上千条的这种侵权的链接 都出现 点击这些在线的播放链接 并且可以实现在线的观看 而且是相当高兴的 根据中国版权协会版权监测中心的统计 三无小网站的盗版视频链接 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传播 这种方式已经是最主要 并且危害最大的盗版侵权方式了 而且在今年春节当 这类盗版资源的流出之快 版本之清晰 都让监测人员始料未及 通过我们的监测数据上来看的话 今年的清权的绝对的数量 是比去年下降了很多 但是清权的质量的话 是有所提高的 表现在上映 影片上映36小时 高清的戒指流出 前几年是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2018年整个的春节档期间 都是没有高清的戒指流出 我们已经侦测到春节档的影片 有超过25个版本的流出 高清的版本的戒指 应该是在影片的拷贝 在传输 在发行 在放映的过程当中 来进行流出的 根据中国版权协会 版权监测中心 对电影《流浪地球》 侵权链接数的实时监测 截止到本周五 小网站侵权链接数量 超过800条 这些小网站多为 三无未备案网站 依靠影片播放时的 页面广告和贴片广告盈利 而更让监测和执法人员 头疼的是 通过对春节档 八部电影的侵权小网站 进行分析 他们发现 70%的网络服务器 设在境外 国内的执法 无法覆盖 相当一部分的侵权盗版的 三无网站将相关的一些服务器 架设在境外 这对我们的执法工作 确实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我们目前 正在会同 公信等相关部门 开展 跨境的执法协助 因为它服务器设在海外 短时间内很难去直接的禁止 但是通过微信 第一时间将它这个侵权链接 屏蔽的话 可以大大的降低 这种盗版的扩散 本周五 中国版权协会 版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 测试发现 大多数微信中传播的盗版链接 已无法在微信中打开 记者此前在某电商平台 搜索到的盗版电影 也已下架 国家版权局表示 截止到本周四晚 共处理权利人投诉的 涉春节档电影侵权链接 6362条 春节档电影网络侵权 呈持续下降态势 从统计数据看 2月8号是一个处理的高峰 我们处理了1634条 侵权盗版链接 到昨天 我们处理了是392条 可以说 侵权盗版大规模蔓延的趋势 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回望中国电影市场十年 发展当然巨大 十年前 中国全年电影票房也就40多亿元 但去年2018年 全国电影票房总数超过了600亿 屏幕数量继续保持高增长 到去年年底 全国拥有屏幕数超过了6万块 这又是世界第一 在这个过程中 国产影片持续发力 不管是口碑还是市场份额 都是越来越好 但是问题也不少 其实近两年 电影票房的增速已经开始放缓 像今年的春节党 除了盗版猖獗 观影人次也在下降 大家纷纷在议论 这电影票怎么会这么贵呢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号 接下来中国电影怎么走 我们今天是两个家庭 一起来看电影的 体验一下春节的这个气氛 往年我们的一些过年的习俗 都会不太一样 今年就是拜年吃饭 还加上文化娱乐消费 这个一块举家看电影 何家欢题材的特别多 2019年春节党依旧火爆 八部国产影片齐齐上映 打造史上最强春节党 七天春节党也创下了 58.4亿的票房新记录 而过年举家看场电影 也正在成为中国人的新年俗 但热热闹闹的背后 关于今年的电影票价 有了很多吐槽的声音 老家四线城市 一张2D电影票 竟然要七八十 过年看场电影怎么这么贵 不动还可以接受 但是明显感觉 是比往年贵了一点 感觉上有点贵 都是五十朝上的 这个对于一线的观众影响不大 因为我们看着北上广深 它的观影人次还在增长 那么二三线城市 差不多是既没有增长也没有下跌 但是四五线城市下跌的幅度比较大 就是四五线城市的观众 他们对票价更加的敏感 而这一部分观众 大多数是新观众 春节党的这个热闹 把他们带进了电影院 当遇到票价贵的时候 可能就不进电影院看电影 据多个票务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党票价涨幅明显高于往年 三四线城市成为涨价主力 一些地方票价涨幅超过80% 在这轮票价上涨中 网络上甚至出现一个新词 电影票自由 指的是面对高涨的票价 也能随便买电影票的自由 而今年春节党低价票难买 部分是因为去年开始 电影票补贴的逐渐淡出 显然这个电影票价偏贵 这个也阻挡了很多人进电影院 那么电影票价偏贵 也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 过程中一个老问题 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随着票务平台的建立 有大量的低价的优惠票价 比如说9.9 19.9 29.9 能看见大片 但是今年春节党票价上升了近20% 平均票价大概是在44块钱左右 票价上涨 盗版猖獗 也成为今年春节党的突出特点 而专家看来 两者之间不无关系 高票价也直接导致了 今年春节党观影人次的下降 而在过去十几年里 中国电影市场一直以年均 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高速增长 2001年左右 中国电影总票房还不足十亿 到2018年 全国电影总票房却突破了600亿大观 观影人次超过17亿 票房过十亿影片就达16部 中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第二大电影市场 其实我们现在的平均的 每年的观影也都1.3次左右 而美国是接近5次 韩国也超过3次 那么发达国家就应该是3次以上 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 可能看电影是个年 而不是个日子 除开春节党看电影之外 日日闹了春节党之后 他们平时没有看电影的习惯 只是在一二线城市 有比较稳定的观影习惯 有比较高的观影频次 电影市场的火热 让曾经很缺钱的中国电影 变得不差钱 也开始有了更多口碑 和票房巨佳的国产影片 领跑春节党的流浪地球 让观众对国产电影 有了更多信心和期待 未来如何摆脱电影产业 对票房的过度依赖 如何提供更多优质多元的电影作品 让更多人走进影院 以及遏制盗版等问题 都是中国电影需要思考的 迄今为止我们的电影产业链 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延伸 我们还是靠票房 票房占据了我们电影产业收入的 80%甚至90% 那么在国外成熟的电影产业体系当中 票房只应该占到25%到30% 只有有效保护了版权 电影的后产品开发 电影的延伸产品 以及其他相关的开发 才成为可能 才能够真正提升 中国电影的综合实力 进电影院看电影 应该成为中国普通人的 常态文化消费 而不能成为高消费 虽然现在中国电影市场 发展巨大 但人均看电影一年 也只有一部多一点 远远低于北美地区的人均观影4.7次 虽然电影票价由市场定价 但像这个春节党 票价涨得还的确有些邪乎 动不动超过100块 甚至在三线城市 居然都冒出了 140到160的单张票价 这一家三口看场电影 买点饮料零食 加起来得花四五百块钱 很多家庭是扛不住的 难怪观影人次会下降 所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给创作者更多的松绑 影片类型越发多元化 保持普通观众看电影不高的门槛 等等等等 这些措施一起努力 中国电影才会持续 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什么是织网 随口一句话 演员翟天林就在本周 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学霸人设 有网友统计出 他在独博四年里 接了至少11部戏24个代言和17个综艺类节目 却最终只有一篇 知网上对比相似度约40%的论文 北京电影学院的博士帽怎么戴上的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后怎么被录取的 也难怪有言论称 不是翟博士玷污了学术界 而是学术界自身的问题 给了翟博士可趁之机 周五教育部出面回应要求相关高校开展核查 调查内容不仅涉及翟天林是否涉嫌学术不端 也涉及相关环节是否存在问题 身份证号开头110105民族汉 在本周成长于挪威的21岁球员侯永绕户北京 也意味着规划球员第一次出现在中国 出身自挪威清训体系 16岁成为挪威超级联赛出场球员 侯永永即便在挪威也被视为天才小将 他转集中国后将有怎样的发展 而当规划球员必然会为中国足球 新天一抹抹亮色时 本土清训队伍建设又该有怎样的变化 你是某某学生家长吧 微信上添加好友的这样一句开场白 让不少人放下了警惕 但他们很难想象 这样一位温柔善良的诱师 背后却是诈骗团伙的精心设计 在上海警方抓获的29名犯罪嫌疑人中 男性负责四处添加好友 文字聊天 当对方表现出怀疑态度时 女性成员就会通过语音 电话等方式联系被害人 而时机成熟后 就通过生日等理由索要红包 短短两三个月 他们诈骗所得就超过50万元 71岁的周小川 在本周得到了来自世界同业间的赞誉 英国中央银行业务出版社 公布的年度奖项中 给予她的是终身成就奖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周小川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期间 在亚洲金融危机 2005年惠改 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大事件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她的领导能力提升了 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能力和信誉度 并促使中国央行 成为中国最高宏观经济问题解决者 15年任期结束 这样的评价 或许是周小川收到的最好退休礼物 看着本周人物回顾 感受到了一种矛盾 你看 翟天林在春晚上扮演打假的角色 但在现实中却被网友打了假 其实仅有个人的道歉是不够的 我们整个的学术机制 难道不该检讨和改变一些什么吗 怎么就为学术造假 留出了这么庞大的空间 侯永永成为第一个 让大家真正关注的规划足球运动员 恐怕很多人对这条新闻的看法 也是矛盾的 一方面希望有更高水平的球员 提升中国足球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 与我们自己的清训无关 采用规划的方式直接嫁接 这是权宜之计 还是大势所趋 矛盾中恐怕很难有答案吧 好 接下来总经新闻周刊 拍摄的本周人物 拍摄他也是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矛盾 一方面他要出去挣钱 因为家人要生活 可是走上外出务工的道路 孩子的生活教育又会面临挑战 这个矛盾一直陪伴着这个家庭 我老婆过两年之后 都要换工作 最主要的是早上六点钟就出门 两个小孩都还没起床 一醒来就叫妈妈的话 都看不见妈妈 有时候打工就不可能两边都建筑得那么好 在家里上学 那你以后对小孩也不好吧 原来有五只飞走了一只 是家还是家 在农村是免费上学 但是教学也没那么好 现在的社会 没有一点知识的话 就是寸步难行 现在自己这么辛苦了 还要小孩以后 感觉我们那么辛苦 陈克兰 爸爸要上班了 你在家里带弟弟了 不要玩那些店了 好不好 听话吗 走到外面 我都不给他们大门的钥匙 一位学生没回来 一个学生没回来 想回老家 老家好玩 养到处跑去等你比较玩 在这里上去的话花块要比较多 要有受保住房才可以进公立的学校 过夜基本上起码要都花两千多 一年赚的钱基本上都花完了 其实我们都不想了 家里的老人比较方便点加上在农村 他们都希望自己做一个孙子 住个小孩生活压力非常之大 照顾的小这两个大那两个要照顾 祝福以大家身边 内大那两个的比较愧疚那样 在这儿啊 草莓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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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晚楼 今天要参加晚楼 大女孩在家里 上次我问她 我想跟爸爸妈妈去广东读书 我以为她不想 谁知道两个都说 想跟我们下来 按照他们当时的成绩 根本来这里 进学校都进不到 现在进这里是要考试的 如果是擦班的话 当时如果她一来两个 肯定不行 自己的经济也不行 她好像很舒忘 但也没办法 今天买了好多东西 要帮 帮姐姐买了衣服 要不拿你的就业回去就 哪里 哪里 哪里就业回去就 来吧 跟爱姐家一起多 爱姐要很顺她 两个月见面就抱起来了 爱女孩感觉她特别瘦小那样 好像是我们照顾不好那样 回去的话带她出去玩笑 看她要什么吃什么玩什么 尽量满住她 多一点跟我们两个在一起 跟父母在一起 陈家圆 这儿你的衣服 来 来 把她家戴上 来 妈妈给你带 来 咱 回老家了 陈家圆 老家 我带 好 前面好衣服 打新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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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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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新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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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需要 打新桌子 回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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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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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几个小时啊 跑到这里三个小时了 哦 三个小时 带两个小孩啊 是啊 你跑长途的话很不安全的了 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让小孩坐车会更安全一点 行了 等一下叫他就起车了 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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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家了 到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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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飽了 吃飽了 杯子 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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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著 拉著我的手 我們去找 我們自己 換的東西 這裡很黏 黏黏 我老婆就沒有她玩了 不想念她了 我們每天晚上都想著 她哪個時候回到家 我最快樂的事情 就是 跟我們一起放眼花 救命 阿嬤好爽 誰 叫我會幫你洗衣服的 乾淨 拿著我 找 媽媽 要不怕 要不怕 乾淨 我睡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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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要来这儿呢 老实做人哦 慢慢的你来 好了 老婆 老婆 你查错了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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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싹 哈哈哈哈 你拿上你的红尺 喂 我拍你 二女孩她在我们身边是最小 她出生刚在一起的没一年 就是五六个月 所以这感觉对不起她 看拼音写出语 这个是什么 书理 爸爸妈妈都说我太笨了 我一次智能过的时候 我就跟妈妈打电话 我被老师批评了 我希望我父母教我那些知识 他们妈的时候不教我 我是希望父母都陪在我们身边 所以拼音都不会 正正地离开我遇见 我们没有在她身边教她 如果又要在外面干活 不可以两边都照顾得到 我就把 needed 我打成全打 如果他 paired上 met人 我发现一种 因此刊 LOU внутри 就要在他身边 就要在孩子 和孩子 你 我 你们 我 好吧 如果你 因为 我们 你说 好吧 快去那边 快去那边 另外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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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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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不对 是一样的 只要他们爱我就得了 原来我们以为留守儿童都是父母出去打工 留守在乡村跟爷爷奶奶的孩子 透过陈鹏的故事你会更深的了解到 留守儿童有的在家乡 也有的是跟着父母到了城市当中 可离开学校就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头 完成学校外的时光 这是另一种孤独的留守 为此我们能多做一些什么吗 2月14号周四 北京迎来十天内第三场雪 虽然总降雪量只有一毫米 但可别小觑一毫米带来的欢乐 再下雪 然后滑雪就感觉那种 睡在一张床上 然后天长还掉额毛似的 在哪儿啊 我们现在在雍和宫 然后刚买完票 在这儿呢 滑雪场景区闹市区 一场久违的大雪喜悦随处可见 在一些下雪就颜值暴表的景点更是人头攒动 故宫博物院一天之内涌入八万多人 门票早被提前抢空 复工博物院金玉门票已经收庆 给您参观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每天就那个八万灯票 我们还是提前买的票 看天天报说今天有雪 然后我们就来的一场 近几年北京的雪总是姗姗来迟 气象部门统计 北京的降雪日数正以每十年少一天的速度递减 从1961年到2017年 北京的年均降雪日数 已经从16.5天减少到10.1天 因此这几场姗姗来迟的雪 显得异常珍贵 对于又错过的人 只能在网上表达惋惜之情 但对于正好赶上这几场雪的人 千方百计去看雪 我们出门去看雪 我们不上班 虽然我们没有门票 我们买不到票 所有的票都被卖光了 我们要上门口站着去 那天我们可是工作人员出来 提前三天往上买票 看了天气预报 你拍我吧 他们害怕被开除 我不怕被开除 看了天气预报提前规划的 临时逃班却看雪的 不管有没有票都要去瞅一眼雪景的 北方人对雪的激情 在2019年盖了 2018年冬天 整个北方都在盼望下雪 当南方城市的出雪纷纷到来 北方人却只能在朋友圈 看南方人赏雪 这让很多北方人着急 对于雪的渴望日益深厚 作为一个北方城市 冬天不下雪合适吗 大家好 这里是一个北方人 今天第一次下雪 最长的干燥今年 终于下了一次雪 8月15云遮月 正月15雪打灯 周三开始 华北地区终于出现 京东范围最大的一次降雪 覆盖11个省区市 各地雪景在朋友圈刷屏 虽然也有一些令人困扰的春运延误 但总体来说 盼了许久的北方的雪 还是给新的一年 带来了一个好彩头 春节一过完 离学生们开学就不远了 寒假赶上春节 学生宅在家里又猛吃 体重增长可能就难以避免 怎么办 杭州一所小学的体育老师 有了好方法 杭州长江试验小学体育老师杨鹏 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开学称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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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而寒假前 也有老师给全班同学过了棒 宣布如果假期超重两公斤就要乘法 所以劫后称体重 就形成了一种应约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由于开学要称体重 这个假期很多学生变成了主动锻炼 有的学生不仅没增体重 还减了几斤 这样为老师们 这看似多余的举动而好好的点个赞 这样我们爱运动的孩子才会增多 小胖堆才会减少 健康才能落到实处 谢谢老师 那下一个假期 是不是这样做的老师应该更多呢 好了 下周的事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 祝您周末愉快 微信记者 297 20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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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